在2018年异常干燥的夏季,瑞典已经发生了数十起森林火灾,其中一些发生在难以抵达和具有潜在危险的地区, 为了试图阻止在埃尔夫达伦市知识训练场内和周围肆虐的大火,瑞典紧急事务管理部命令瑞典空军对大火进行轰炸,7月25日,来自瑞典空军第17连队的一架JAS-39C英式战斗机向燃烧的森林,投下一枚227千克中的GB-49B孤露激光制导炸弹,训练场内的火灾已经燃烧了两周, 并威胁到附近社区,人们被迫撤离,瑞典SVT国家广播公司称,这次轰炸,是试图通过消耗氧气来掐断火源,而且这枚炸弹被严格投掷在了训练场区域内, GB-49B是一种具有激光和GPS辅助灌导,二双模制导炸弹,具有非常高的精度,同时装药量也有限,所以被选中用来灭火。 这次轰炸成功遏制了火线的蔓延,但前上不清楚瑞典政府是否会继续要求瑞典空军实施灭火轰炸, 毕竟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消防行动,其实这不是瑞典军方第一次使用武器,在这个训练场内灭火,根据瑞典武装部队的官方声明, 军方在过去曾动用过榴弹炮来灭火,瑞典也不是第一个想出用炸弹灭火的国家。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,美国陆航就启动了一个新项目,研究炸弹灭火的个行性。 军方发明了一种T29只可专用面火炸弹,装要量18千克,通过爆炸来切断火焰的氧气供应,陆航随后动用了P-47战斗机和B-17B-29轰炸机, 对森林火灾进行了实战测试,结果发现P-29面火弹因无法听确命中火炸而效果不佳,于是改用覆盖面积更大的投水作业,俄罗斯人在炸弹灭火上更是具有得天独后的天赋。 早在1966年,就用核弹扑灭了乌尔塔拉克天然起景大火,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。 2010年,俄国家科学生产企业全武也向政府建议,可以动用该企业在20多年前研制的S-00特种炸弹来扑灭俄罗斯境内的森林大火。 S-00炸弹由内含400升面火器和喷射弹的子母带组成,爆破后能以大约每秒400米的出速度产生直径30多米的云层,形成货和气流,覆盖大约1000平方米的火区。 这可能是全球唯一量产的灭火炸弹,通过极数弹概念来降低对精确性的要求,的确是个好主意。 但可惜的是该大致间无人问津,2014年波音公司申请了一项奇怪的专利,是一种内部装满素燃化学品的特殊灭火炮弹,专用于迅速扑灭在军用法场和训练场的火灾。 在这种区域内,不必担心无伤问题,可使用灭火炮弹对火点进行覆盖射击,但直到现在为止这种灭火的人没有问世。 装滅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